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家常炖鱼的做法 炖鱼的品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五昌鱼来制作 首先把洗净的五昌鱼表面都打上十字形花刀 这样在制作的时候能够让它更加的入味 接下来在腌鱼的时候加入适量的葱段和生姜片 加入一把的干辣椒和适量的花椒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然后在表面撒入两到三勺的食盐增加底味 接下来把调料在鱼的表面给它充分的揉搓 这样可以起到增鲜去腥的效果 揉匀后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豆腐选用嫩豆腐和老豆腐都可以 把豆腐先改刀一分为四 再把豆腐改刀切成稍微厚一点的大块 这样在煮制的时候豆腐不容易松散 切好的豆腐块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用凉水浸泡过的红薯粉 凉水浸泡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筋道 准备一把的大蒜把它拍至松散后 再切成均匀的蒜末 准备适量的生姜把它切成小姜末 切好后和蒜末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把半根大葱从中心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葱花 切好后和生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鱼表面的辛香料给它全部去除干净 再把鱼表面的水分充分的擦干 这样在制作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 接下来在煎鱼的时候先把锅充分的烧热 把锅烧制到有一些微白的状态 再加入适量的油 把油温烧制的略微高一点 再把锅的四周给它充分的润透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鱼放入到锅中略微煎制一下 让炖出来的鱼能够更加的鲜香入味 煎鱼的过程中先不要去动它 鱼头鱼尾都略微煎制 煎制大约一分钟然后轻轻晃动锅 可以明显看到鱼不粘锅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鱼翻到另一面继续煎制 用这种方法煎制出来的鱼表面金黄而且不粘锅 把鱼在锅中煎制到两面都略微金黄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姜末、蒜末和大葱花添加到里面 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豆瓣酱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选用黄豆酱来制作 把豆瓣酱在锅中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出香味炒出红油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鱼的表面淋入两勺的生抽 把酱油在锅中稍微煸炒一下 这样可以让它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用量莫过鱼身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两勺的食盐进行调味 加入适量的鸡精提鲜 再加入一勺的胡椒粉 调味后把切好的豆腐块先添加到里面和鱼一起煮制 这个时候用大火烧开再转为中火 上盖子把它炖制大约8分钟左右 接下来再把泡好的红薯粉条均匀的铺在鱼的上面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4-5根的香菜 这个时候再盖上盖子把它继续炖制3分钟 然后在表面撒入一把的葱花增香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开胃又下饭的家常炖鱼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炖鱼汤汁鲜美下饭又下酒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